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來跟大家介紹關於無限挑戰大虎篇的兩套平民陣容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難度係數的部分都是全勾的170 分數可以來到200萬 甚至是250萬 上下線的浮動非常之大 好的 首先看到第一套陣容 是日服的大佬所創造的 由DC的玩家們所改良而成 那微笑我基本上是完全照抄 跟昨天的這個有大佐的陣容是蠻相似的 就是把大佐換成我們的好人曹操 再稍微修改一下站位 好人曹操的火術 不論是0火到5火都可以使用 關於配置的部分 好人曹操使用國家羈絆 潛能的話我一樣放在畫面上 有需要的玩家暫停照抄 戰魂的部分除了馬妹帶上弱點 其他都是戰役撥發 最後是幻武的需求 文姬3開 大橋3開 緊接著我們看到第二套陣容 一樣是DC大佬所開發研究出來的 本次陣容非常的平民 連一隻魂匠都用不到 那當然如果有大佐的玩家 只要是靈火就可以丟上場了 把谷國的部分換成大佐 分數可以來的更高一些 潛能也是一樣放在畫面上 有需要的玩家暫停照抄 戰魂的話火哥帶上弱點 將為則是長驅 其他的武將都是戰役 最後是幻武的要求 文姬3開 王毅也是3開 再來我們看到神兵 兩套陣容都是一樣的 有核勢必的玩家可以放核勢壁 沒有核勢壁則是可以使用扇子 又或者是說龍銀槍作為代替 剩下兩個位置 擺上葫蘆以及停刀 臨寵使用主戰比翼 主戰擺上白虎以及酸泥 沒有酸泥的玩家也可以改為窮騎 又或者是說玄虎以及富豬 那麼本次的無限挑戰 大虎高分陣龍介紹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 絕對回覆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